其中有一题是长这个样子 总共有三小题 就是让各位练习微分公式 第一题是SsinS的微分式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乘积的形式 如果S是我们令F是S GS是sinS 那它其实就是F乘以G 那F乘以G的微分式就FG 就等于FGプラン加FプランG 所以我们就要算SsinS的微分的话 就变成S乘以cosS 因为sinS的微分是cosS 就是S乘以cosS 加上S的微分1乘以sinS 那结果就变这样 那这是第一题 SsinS的微分式 那第二题呢 1的S次方乘以sinS的微分式 一样它是一个乘积的形式 所以我们就套乘积的公式 FGプラン等FGプラン加FプランG 那所以呢 就1的S次方sinS的プラン 就是前面的微分 那前面的微分是它自己 因为1的S次方的微分还是1的S次方 所以前面的微分是它自己 然后乘以sinS 那加上前面不微分 前面照超 后面微分 后面微分sin的微分cos 所以就变1的S次方sinS 加1的S次方cosS 这一题第二题的答案 那第三题的答案是 我们要算sinS的五次方 但是这一题其实不是成绩的形式 它是练锁规则的形式 怎么看呢 如果我令u等于s的五次方 OK 那它就是sinU的微分嘛 对不对 那但是根据练锁规则呢 如果我令 比如说G的S等于S的五次方 那也就说U等于S的五次方 那FU等于sinU 那这样子的话 sinS次方其实就是FG的S F of G of S 那我们就可以套用练锁规则 抵S分之抵G FGS就等于抵G分之抵F 乘以抵S分之抵G 那通常有时候我们会用U来表示 G用U来表示 那用U表示的时候代表说 这是个值 用G表示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认为它是个函数 所以抵S分之抵S次方等于抵U分之抵sinU 乘以抵S分之抵U 那这个抵U分之抵sinU 那就是cosU了 OK 抵S分之抵U U是什么 U是S的五次方 所以抵S分之抵U 就是抵S分之抵S的五次方 就变5S四次方 那所以最后结果呢 就是5S四次方乘以cosU 那U是什么 U是S的五次方 所以5S四次方乘以cosS的五次方 好 那这个是第三题 套用链索规则的方式 好 那上礼拜还有一题呢 是要各位证明加法的微分规则 那抵S分之抵Fs加Gs 就等于抵S分之抵Fs加抵S分之抵Gs 那这个的证明呢 当然还是要回到定义 回到定义就是 Ds分之抵Fs加Gs 回到定义 LimitΔS去击0 ΔS分之Fs加ΔS 加上Gs加ΔS 这个就是Fs加Gs在S加ΔS这一点上的值 OK 那同样的 再减掉Fs加ΔS Fs加Gs在S这一点上的值 那两个减掉之后再处理ΔS 这是根据定义 那问题是我这个可以 这些加减可以拆啊 那我把它拆成Fs加ΔS-Fs 这边Gs加ΔS-Gs 那拆完之后呢 根据那个极限的法则 极限的加法法则 我们知道这两个可以拆掉 可以拆掉 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 拆掉了之后就变成 前面这一个Limit是属于F的 后面这个Limit是属于G的 然后呢 这两个不就正好是Ds分之Fs 跟Ds分之Gs 那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证明的解答 我们写在这里 好那接下来第三题是 Ds分之Ds 要证明它是cos平方s分之1 那这时候你可以把Ts呢 换成cosS分之sinS的形式 然后套用除法规则 它用除法规则 那所以Fs令它是sinS Gs令它是cosS 那G分之F的微分 就会变成G平方分之GF' 减掉FG' 那所以呢 我们把它套上去 F是sin G是cos 套上去之后呢 就变成G平方 G平方就是cos平方s 那分之GF' G是cos G是cos 乘以F' F' F是sin sin的微分是cos 所以变cos平方 减掉FG' F是sin 减掉sin G' cos的微分变成负sin 而减掉负sin 变成加sin平方 那cos平方加sin平方呢 两个 这就是B4定理 B4定理cos平方加sin平方1 那所以呢 就变成cos平方分之1 那这个是上礼拜的几题作业 好 那在这边稍微解答一下 那记得如果你还没交 还是一样 请你看完之后再写一遍 然后补交 好 那这次有关于 习题的解答 好 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已经把 我已经把这个答案都公布上去了 那我刚刚讲的部分 请你稍微点一下这个网址 然后看一下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现在就可以问 那 课堂上随时有问题 就立刻问了 那不要等到回去再想说 诶 我搞不懂 这样子就没得问了 好 好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五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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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